住点赞及长按点赞三秒的朋友 早日脱单一切顺心 翠花她非得要来接我下班 她坐在显眼的地方 妈呀这也太显眼了吧 我要出去带走了 我明天不得上新闻了 电梯开门的那一刻 外卖越萌了 难道这一整层都是你家的 这位美女看你诚心诚意 那我要跑来 给你一个机会 自己想办法追逗 可罪了不能开车怎么办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妹子 你可长点心吧 这样的照片发出去 真的不尴尬了 门都变形了 闺蜜上个月 报了个舞蹈班 今天学成归来 非要展示给我看 她说这是花了两千块钱学的 大家帮忙看看值不值 这要算是舞蹈的话 下回我教吧 顺便说一句 这种款式的毛衣 很容易祈求 这场比赛后 有五位选手 因为在体检中性别不服 被取消参赛成绩 其中两名选手表示 赛道安排不合理 大学一与一业 我爸就留给了文亮 可或是这个拖泳铁 就自己去环球旅行的 就是这个拖泳铁 我爸自助了十多年的贫困室 上个月都说他要考研 我爸就把车接到我家来 你们说我爸离火过去 走吧 送我去测试馆吧 行好 我又不是你司机 我叔叔说 这个车给你 就是为了让你送我上学的呀 靠 到底谁才是亲生的呀 保好几回他就是你的新娘 保不好几回他就是你的新娘 每当小朋友学习进步的时候 善良的爸爸就奖励他三次抽奖 多么有爱的一幕 值得我们学习 小朋友表示学习是进步了 就是最近总感觉手气有点臭